很多人都知道這顆豬叫天豬 來源地就是西藏 我聽到的資訊就是這顆豬是天然的 我就想,難怪天豬這麼厲害 這顆豬怎麼會是天然會有花紋呢? 看看這些花紋 如果是天然存在就有這些花紋 太神奇了 這個肯定是很鬼苦神功的東西 難怪這麼值錢 人們就說天豬是很值錢的 我調查了,這些是第一代的天豬 是用天然的鑼的化石奢成的 它有兩個地區出產 就是有西藏地區出產的 就是圈圈的這些紋是比較小的 而遼寧地區出產的鑼的圈是比較大 這一種就是天然 而第一代就是年代久遠一點 那就大概千多元 或者更貴都有的 因為它稀少 那有些有證書的 由於拿的化石供應有限 那挖挖一下,車車一下就車了 那就沒有了 所以跟著就出現了這一種和田玉車的天豬 那這些很明顯看得出來有些石紋 那這些都是和田玉做的天豬 挖完之前那種鑼的花石 就用這一種和田玉去代替那些鑼的花石 這種就是市面上很隨便可以買到 又不是很貴百多元,幾十元都有一顆 這些就是馬路做的 而上面的花紋就是人手做出來的 不知為何做完,然後磨出來的 那這一種就是現在我們一般人一眼就認得出 噢,這些是天豬啊 就是這一種 那天豬無論你怎樣配搭 它的宗教色彩也是很濃厚的 你一看到它的樣子 就覺得這些是那些法器類的東西 起碼令我知道 我這些不是天然形成的 喜歡這個影片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